各位好,欢迎收看焦点工商铺,我是朱迪 立即回顾上周工商铺重点新闻 有资深投资者看好后市 在疫情下趁势入市,赤资约4,554万 连购中环及烧鸡湾两铺 其中中环合理活道地铺连阁楼及低层地下 总面积近1,600平方尺,作价约3,300万 原业主持货于半世纪,物业升值约219倍 另一个铺位则于烧鸡湾东大街,以约1,254万成交 铺位面积约300平方尺,此价约4.18万元 另一资深投资者李永涛表示 其持有的万角亚街老街及西洋菜南街单边旧楼 将拆卸重建,打造为万角商柱地标 物业多年来属万角铺王 地盘面积占地约3000平方尺 重建后,总楼面积约2.8万平方尺 地下自二楼为商铺,楼上提供约35个住宅单位 李永涛指,落成后会拆受住宅 地铺则保留做长线收租 总投资额于15亿元 市场上,近日出现铺位租客短租变长租个案 万角中心,一个面积约1200平方尺的地铺 原油手机配件特卖厂以约7.8万元短租 新进货该租客转为长租,月租约10万元 逐渐租户对市场信心转强 活化工下吸引用家及投资者入市 全湾TML广场近连络三中买卖成交 由中原促成的其中一中成交 物业已2238万亿首 物业面积近4200平方尺 持价约5360元 据之,原业主于2013年赤字约1712万购入致用 放售不足2个月,即获成交 专面获利约3成 早前已底价约50亿元 创下本赶最大中强拍底价的 泽宇勇人福工业大厦 太古地产在强拍前已于5.77亿元 收购最后两成单位,持价约1万7千元 泰国地产成功统一业权 物业无需再进行强拍 好了,今天的报道到此为止 今日疫情持续严峻 虽然足不出户 大家都可以紧贴中原工商铺 咨询台获取更多市场咨询 希望香港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下次再见 拜拜